这真惊不怕火烈 有好手艺 小店开在菜市场依旧闪耀 而继续这一家百年饼店也一样 没有华丽的装潢 靠着古早味传承四代 云林这家饼店 第四代掌门人高维泽 原本是急诊室医师 他形容过了二十多年 仿佛在走钢索的日子 穿梭医院 迎接每个突发和临时任务 任何判断都攸关病人性命 也因此压力非常大 后来在四十五岁那年 决定和太太返家扛起家业 他就想从一看过太多 高血压和谈尿病的患者 应该尝试从饮食改良做起 他把自家糕饼 从饼皮到内馅 都调整为少油低糖 这健康理念 吸引了一批新的顾客上门 牛腦吹烟伴随绿豆香气 血口黄豆黄橙橙一片 蒸了将近一小时 刚好熟透松软 四童这家饼店 每天一早的第一个工作 做绿豆线 客人都觉得这样改变好多啦 现在大家都怕吃太甜 怕得要命 所以你不改的话 就没人敢买了 因为有很多客人 就是从小吃到大的 他现在都五六十岁了 他还是想要继续再吃 这样的传统的口味 他小时候吃的饼 改良过后 他觉得这样比较适合他们现在健康人的口味 他会跟你说想吃 但我又怕 对对 以前会是这样子的想法 可是现在就不需要了 因为现在就比较不会那么甜 比较不会那么油 所以吃就比较不会有心理负担 从豆沙饼的灵魂 豆沙馅开始改变 砂糖量直接砍一半 百年饼店第四代高维泽 改良的第二个目标 卤肉馅 油和盐都要减量 做卤肉的另外一个主角 就是瘦肉饺 他是从西螺果菜市场来的新鲜的温体猪 而且是精选后腿肉 他经过绞肉以后 然后再来拌炒 然后之后再调味 很多年纪大的人都不能吃太油太咸的 所以我们的酱油油都会减少一点 达到健康为目的这样子 那肉有较瘦一点吗 对 这个都全瘦的 常来的第一句话就是说 你们的饼真的太甜了 他只能吃一点点就不敢再吃了 然后甚至有的说他们有糖尿病啊 有高血压没办法吃 可以少糖的就少糖 少油的少油 然后再加强这个原料的管控才不至于 因为少了糖跟油就东西容易坏 那我们这个都没有防腐剂的 所以你就从原料每天的豆馅要用多少就洗多少 做多少这样子来控制 不要让它放太多甜这样 这样就饼就不会坏了 内馅配方比例和过去完全不同 高维泽的理念要顾健康 但在老饼店做了大半辈子的父母 都不明白他到底想做什么 他们当时就说我不懂啊 小孩子不懂事啊 他们就是会说啊你不知道啦 现在就是要这样子做才好吃 他已经做了几十年了 都是按照这样子做 要说服长辈很难 碰到客人反应 希望清淡点才能顺势跟父母沟通 后来少油少糖的口味 销量逐渐成长 高维泽用成绩来说话 但当时店里每一位老师傅的资历 光是零头就是高维泽的好几倍 改变这件事少不了磨河 这个是钻吗 嗯 走过去他还是会摇头说 哦 这样子 说因为要一个一个秤嘛这样子 然后我们是 他以前是这样一直包一直包一直包 这样包很快 第一个我们第一个身材一定要放低一点 就是就是 就是就什么事情都问他 请教他 那你要从头开始来学 不能用你以前的医生的角度说 这个就是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那因为隔行真的是隔入隔山啊 身段软一点 脸皮厚一点 在传统和改革之间找到平衡点 新世代接班高维泽不出一张嘴 自己也掌握作品的精髓 因为这状元饼很大 所以就是 皮又薄又软 所以就是要公布要很好 要练轻功的 手要轻 然后又要 手要细才包得好 这样 要不然很快饼 饼皮破掉就不好看 另外很难的就是那个饼皮的软硬度 软硬度真的是要老师傅日积月累的经验 一开始我都是请教老师傅说 这样子够够软够硬 会不会太硬 因为太硬 饼皮就会裂开啊 裂开你就会看到饼不好看 力道拿捏凭感觉靠经验 高维泽花了半年的时间 总算摸索到他所谓的掌上轻功 45岁开始学做饼 花了很多时间力气才革命成功 减少调味料 除了趋势也和他的工作经验有关 这双手过去拿了20多年的手术刀 急诊的病人是千变万花 所以有时候形容就像在走钢索 高空走钢索一样 你成功了是很有成就感的 可是就是怕会失足 就会觉得很遗憾 为什么没有把握好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就是 从教学医院的急诊退下来 因为觉得说压力比较大一点 三桂柜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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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 离开医院高压工作后 高卫则先和护理师太太一起经营诊所 七年前碰上家里老师傅退休 人力不足 她想回家接班 换一种生活方式 父母勉强同意 但太太却投了反对票 当的是她嫁的是医生 她当医生娘 为什么要回来卖饼这样子 然后她第一个想的一定是 哇那周遭的朋友不是说 那是诊所做不下去还是怎么样 对啊她会担心这个 那我是跟她讲说 就不用想那么多 然后跟她说 要不然你这样早中晚看诊 她也都在诊所帮忙也是很累 太太舍不得高维则辛苦 沟通后一起返乡扛起家业 帮忙打理店里的大小事 如今放松惬意的生活 和过去是天壤之别 常常上 连上好几天夜班 因为我回到家都已经是九点了 因为晚上八点 上到几天早上八点 然后回到家九点十点 那小孩子都已经去上学了 可是小孩子说 好像三四天都没看到爸爸 然后她跟学校的老师讲说 三四天都没看到爸爸 那老师很紧张说 家庭怎么回事啊 对不对 是出什么状况了这样子 原本她调整一下就剪成剩两颗蛋 就是一点点发 就是让饼皮不要发得太厚 也吃起来口感会比较好 就是饼皮会很薄比较软 这样子 人生中断班高维则选择转弯 延续家里的百年糕饼事业 有了更多时间陪伴家人 花心思好好生活 在面糊糕饼的世界里 开启自己的疗愈模式